行 打游戏算是一个问题 对吧 咱们放在这 这些人还有什么问题 而且对我 我觉得有点不耐烦了 不耐烦了 举一个例子吧 因为我这个家政是刚下来 就是学生的新鲜劲 可能是没过去 我是想让你直到直到 我在旁边 他可倒好 在旁边 哒哒哒哒起了 没完没了的 我就是希望说 你坐在副驾驶吧 你看我本身 我就是新手是不是 那你看你适当 我把下方向盘的 或者是怎样的 我想跟你说一下 你当时的表情 是什么样的 就是第一次练车的时候 我找了一个 没有人的地方 然后过一个路口的时候 我说侧面来车了 一个卡车 蛮载的 要么你油门驾大 过去 要么你把刹车踩这 他可好 来车了 好快啊 踩刹车 加油 选一个 真的 这么快 我说你脚拿着 拿着前面去 还拿回来 你去要么踩刹车 要么踩右门 你二选一 不难吧 没有 放那儿瞅 然后我眼瞅着 那个大车停 停停停停 好几顿停那了 然后我这个车 溜过去了 我当时有着汗呢 但是我车上 当时也贴着女新手呢 而且我贴了两三张 作为交通参与者新手 只是你学习的一个不当事 而且我觉得你今年来了以后 你说你那样 你不觉得有点太滑稽 我觉得你点嘲笑我的意思 我不是嘲笑你 我是为了你的安全 我是为了这个家 如果你出现问题的话 那么家怎么办 我能给孩子清楚吗 那我让你附加实质干啥呀 我说小声了 你听不着 我说大声了 你说我口 我跟您说 以后练车找个陪练 千万别找老公 就直接让陪练去陪练就好了嘛 如果真的不行以后 就不让他开车嘛 就两条路嘛 千万别 因为你这样反而更容易出事 对 他越喊我就越猛 完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避免他你就找陪练嘛 就别跟他练了以后好不好 这个也不能替他说一句 也不代表他就烦你了 你要拿练车说 先生真的不是烦你了 还有别的事吗 我觉得他花钱有点大手大脚 比如今年夏天嘛 咱就不说以前的事了 买半年袖买二十多个 而且你买完了以后 你倒把以前旧的 或者是不穿的你倒扔啊 完了我一收拾会的时候呢 又要扔的 他说哎呀 这个不行 这个我得锻炼的时候穿 我要扔它始终就穿着了 等到我说呢 这个衣服那个小了 咱扔了吧 不行 我瘦的时候还能穿呢 我承认 我就是买衣服去使有点稍微多 为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职业相关 我训练完以后 我得换一身衣服 我不能总穿湿的衣服 塌着吧 然后带一个会员 身上出点压了 肥特多克得新衣服塌着吗 我是做形象的 你做形象的衣服 也没有补丁什么的 也都挺好的 我也不行 但是我没有换的了 我洗完头一天洗完 我第二天又可能没干 我还得有衣服穿 我觉得你这个 简直就是给你自己买衣服 找一个理由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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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